日本偶像女性究竟法子失踪案 今天有了新的进展 日本警方在她的家里面发现了少量安非他命 那么怀疑她跟丈夫一样有吸毒之嫌 发出了逮捕令 而她所属的公司社长也亲自召开了记者会 甚至用中文说出了她的名字 要向台湾和亚洲各地的粉丝感到抱歉 究竟法子失踪了第五天 日本警方怀疑她可能吸毒 因此对她发出了逮捕令 而究竟法子所属的事务所 也召开了紧急记者会公开出面说明 公开地头道歉 九警法子所属的公司社长脸色越来越难看 眼眶泛红甚至对着镜头喊话 用中文说出九警法子的名字 要向台湾和亚洲各地的支持者道歉之意 日本警方表示九警法子先生已经在供词当中坦承 九警法子也有吸食安非他命 而警方也在九警法子的家中搜出了少量的安非他命 因此发出了逮捕令全面搜查 日本警方表示九警法子在8月3号 在东京的新宿区购买了大量的衣物 并且购买了携带式的化妆水 然后在ATM自动提款机提领了90万左右的日币现金 显然已经做好长期外出的打算 警方证实九警法子把儿子交给了东京的朋友 照顾自行离去之后 曾经用公共电话打给朋友说要听听儿子的声音之后 就又下落不明 形象轻型的九警法子传出了疑似吸毒逃避追查 九警法子代言的广告活动也将全面车换停播 中间新闻刘鹏与秋木齐日本东京厂报道